OdioJungle 朴槿惠将面临20年以上30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对于朴槿惠的如此遭遇 朴槿惠的妹妹朴槿惠 多次出现在挺朴泰的集会中 抗议文在寅政府的政治抱负 据韩媒报道 在3月9日的挺朴泰集会现场 朴槿惠接受媒体采访时公开谴责韩国检方 韩国检方迄今为止 没有找到朴槿惠的任何证据 却不要脸的叛姐姐 30年有期徒刑 韩国还有法律吗 其实自从朴槿惠进入居留所以来 与朴槿惠关系不好的朴槿惠夫妇 已经通过各种方式申援朴槿惠 比如去年5月23日 朴槿惠的首场公审 在首尔中央地方法院举行 朴槿惠当天来到首尔中央地方法院一带 对韩媒记者倾诉不满 她表示既非凶犯也非中罪犯 觉得这样太残忍了 看到姐姐素颜的样子感到心痛 据韩国经济电视台报道 朴槿惠当天与丈夫一起前往法院 因没有旁听证而未能入场 她原以为法庭会给被告人家属准备位置 又如去年10月26日 朴槿惠的父亲韩国前总统朴正七世事 38周年追悼会在首尔国立显中院举行 朴槿惠在当天的追悼会上 不仅主动提及朴槿惠 还含泪称赞姐姐是最伟大的总统 相比朴金令与朴槿惠关系很好的 也是唯一的弟弟朴之晚 似乎从来没有声援过朴槿惠 至少媒体公开报道的很少 甚至没有 去年3月31日晚 在朴槿惠刚要去居留所之前 朴之晚及其妻子徐湘熙 在朴槿惠的私宅见到了朴槿惠 姐弟俩相拥而弃 之后 徐湘熙到居留所探望朴槿惠 进了居留所15分钟就出来了 是否见到朴槿惠不得而知 但从媒体报道 朴槿惠进了居留所后 除了律师谁也不见的情况看 徐湘熙应该没有见到朴槿惠 朴之晚为啥对朴槿惠的事情一声不吭呢 最根本的原因在于 朴槿惠拒绝亲人探望 甚至拒绝亲人帮助 也许让朴之晚一家很伤心 不知道该如何生缘 在朴槿惠当总统的几年间 朴槿惠与家人断绝了往来 美其名曰为了避嫌 朴之晚从来没有踏进过青马台的大门 朴槿惠的弟媳徐湘熙本身就是律师 但朴槿惠不知是不信任还是其他原因 宁愿请其他律师甚至不请律师 也不让徐湘熙帮助自己辩护 从某种角度上朴槿惠对亲情的冷漠 是朴槿惠一声不吭的主要原因 当然朴槿惠肯定知道朴槿惠现在人在屋檐下 自己不但帮不上忙 如果过多露面和插手 也许会把自己都陷进去 其实在朴槿惠去居留所前 朴槿惠见了朴槿惠后 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过一句让人感动的话 从现在起姐姐就让我来守护 之后朴槿惠为啥没有守护朴槿惠 肯定有难言之隐 朴槿惠只有三姊妹 弟弟朴槿惠和妹妹朴槿惠 朴槿惠走到今天 真正能够帮助朴槿惠的 也许只有自己的亲人了 虽然4%的朴槿惠支持者依然在举行集会 但到底能取得什么效果 一是朴槿惠心里很清楚 二是事实已经多次证明 朴槿惠在一审宣判后 如果还要继续打二审官司 希望也许只有寄托在亲人身上 至少在打官司的费用方面 毛开云